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寻法安心读书会 每天为您分享寻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五大护龙 慈心如地 第1496集 我是为智 经文 云和世尊 于少时间 教化如是 无量无边 而珍奇诸大菩萨 令祝阿诺多伦圣不上部地 吉伯粉眼世尊 如来为太子时 处于事工 去前程不远 做一道场 得成阿诺多伦圣不上部地 这个是弥勒菩萨 跟这些诸大菩萨的遗恋 前面有提到他们有个遗恋 他们的遗恋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说 世尊成佛才四十几年 这么少的时间 他怎么有办法教化出 这么多无量无边 数不清 数不尽的这些大菩萨 而且这些大菩萨 都已经是接近 无上证的一种境界 这么高的境界 这样菩萨是怎么教出来的 怎么有可能这么短时间 教化出这么多大菩萨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 这个疑问 疑念 讲出来 来问佛 就对佛来说了 世尊 您在做太子的时候 离开加比罗尔国的皇宫 出家去了 到前程不远的地方 坐在菩萨树下 那你觉悟成佛 你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到现在也只不过几十年 等等等等 后面还有文了 意思就是把这些遗恋 变成一个问题 把它丢出来 正是再来问这个世尊 请佛陀 再把它讲清楚 说明白 让大家都不要有疑惑 那我们来看上人的授杂 下至地轮 上至虚空 重重观至 而五大象 互融互通 周遍于法界 为归命 遍菩提道神 有种种之庄严 那今天这个手杂 还有后面一段 其实不太好理解 而上人讲的其实是很清楚 因为开始进入本门 要讲这个空向 要讲 今天在讲什么 今天其实在讲一个 法界 讲法界 讲那个空极空向 讲菩提道神 讲慧命 讲法神 直接看图 比较快 这个 我到后来就用心听 赶快觉得上人为什么写这段手杂 就赶快去对照 这个经文 还有对照上人后面补充的这个地 地轮三昧 这样 原来上人在解释什么 上人在解释菩提 因为经文有没有出现 这个 这些菩萨 他们的状态 都很高 这个 对不对 这些 无量 无边 而称奇 诸大菩萨 都 让这个世尊教化 住在什么 另住 阿罗多罗什不成菩提 接近无上正能正觉的 类似等觉的 这样的位阶很高的 那 释迦牟尼佛自己 当然他在 这个 两千五百多年前 在解释 这个 他也是四线 陈佛 他作为道场 菩提树下 他已经得到无上正能正觉 而这些菩萨 也都是 有很高的修行 那这样一来 就可以想说 这应该不是 这辈子能够 教化得了 等等 就有些些疑问 那上人间 针对经文 是不是解释菩提 解释菩提 其实就是 你看左下角这边 其实上人间在解释什么 解释菩提 解释法身 解释会命 我本来想说 哇 有这么多重点 因为法身会命 菩提还有空极 这些都是很难 很难理解 很难讲 可是上人间 讲得很好 那我 一开始想说 要画图 后来实在 画不太出来的 我今天有画了 三张图 后来还是用很多文字 待会第二张图 只有一个 待会看就知道了 本来我画一个人 一个地球 一个空 空是最难画的 因为空就看不到 空我后来就不画了 我们把他讲完 那这个五大象 互融 互通 这个五大象是什么 地大 水大 火大 风大 空大 这五大 我平常有四大 地水佛风 是四大 加上空 就是五大 这样 那这个 所以今天在讲什么 讲这个法界 讲法身 意思是说 他们这些菩萨 都已经得到 法身会命 这样 这些大菩萨 法身是什么 上人最重视 地质的会命成长 所以今天在讲法身 法身是 进法界骗虚空的 对不对 法界虚空 今天上来也有讲 进法界骗虚空 也有讲 顿节 身心相 空己 磁心如地不动 这样 那你出身六度 行种种功德 这样 这样就好像这个地 能够神出万物 地轮三昧等等 所以这个空即的像 法身会命菩提 都很难讲 可是上人其实今天讲的 我觉得是蛮好的 大家用心体会吧 那后面讲到这个地轮三昧 轮就是轮转 转法轮 轮转就是循环 上人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是想到 因为我会写程式 我也学过 以前大学的时候 学过两种程式语言 我就想到说 写程式的时候 我就把它设定 一个像loop这样 一个循环 一个回路 这样 它就一直转 一直累积 你看就是说 出身六度 行种种功德 由地能生万物 四其名地轮三昧 像读到这句 这是一个城市语言 我们把自己的心 心脑 把自己的心脑 这边设定 一个城市 也让它转 得地轮三昧 地是这样 地水火风空 这些都 你都理解 地是这样 水也可以这样 火也可以这样 风也可以这样 空也可以这样 等等 上人以地做例子 因为 为什么以地做例子 因为这些 我们看第二章 这些菩萨 从地涌出 从空而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 空的道理 刚才前面 是在讲空的道理 这些法生会命 菩提 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空极的像 空 所以 地水火 是我们可以 看得到 感受得到 这样 风有时候 还看不太到 可是你会看到 树叶在动 就感受到风 火啊 水啊 地 可是背后有个空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 地的道理 我们再拉回来 所以上人第二段手杂 就以地 地有恶意 地 触死不动 对不对 如如不动 大地 触死不动 可是它可以出生万物 你剥什么种子下去 剥小麦 就长出小麦 种豆 得豆 种瓜 得瓜 对不对 种到米 就得到米 这样 修行也是这样 你有没有好好去修行 对不对 那修行 你要先善思维 善思维 顿觉 身心向空极 对不对 就是好像 你种子 我说种子 要静音善源 普体种 这样 就是这个 你要达到这样的一个 种子 那个DNA 都要是对的 这样 而且要觉悟到 这个身心向空极 持心奴地 不动 这样 然后 就是 以这个出世的 心 对不对 来行 入世的 这些 度众的事情 等等 就出生六度啊 行种种功德啊 这样 继续做 一直做 不断循环地做就对了 这样 所以我的体会 是这样 那所以 轮就是循环 那三昧呢 三昧就恒定 三昧是镇定 它趋近也恒定了 如果要讲得更精准一点 对啊 就把它设定成这样 哇 这个一个地轮三昧 因为你要成佛之前 你一定要 得很多种陀罗尼 还得很多种三昧 如果继续往下看 因为现在是 十五品啊 从地永出品 再来十六品 如来寿良品 到后面 有很多像 妙与菩萨品 等等这些 都有很多 这个三昧 这些菩萨 都得很多很多三昧 所以你要成佛 一定要得很多三昧 这是我画的 第一张表 这只能上表 不是图 就是把它对照 你就懂了 上人在讲什么 讲法身 讲慧病 讲菩提 后来 因为我们一开始本来想要画一个图 可是画不出来 真的很难画 地 水 火 风 还可以画 本来也可以拉图 就不拉了 好 画个圆圈 代表地球 因为我们在说过世界是地球 在地球上有水啊 有火啊 有风 感受得到 可是还有个空啊 地球在哪里 地球在宇宙空间当中 所以空 我就不画了 你看就黑色 这些都是空 所以你看上人怎么开示啊 刚才上面已经讲过了 这些菩萨从地涌出 从空而来 所以要了解空跟地 那我们看右边 我们的身心闺蜜 在这大觉菩提中 那就是法身 所以如果理解了 这地水火风 这个道理 这整个道理 的存在 本身 这个就是法身 这个有个大 大觉菩提中 今天在讲菩提 不论是地大 风大 水大 火大 空大 不都是具足的道理存在 好 这个就是在讲一个 这个 大觉菩提 就是一个菩提的道理 这样 那这就是法身 好 我们再看右边 这就是很犀利的思维 我们修行的时候要有 悉尼的思维 心不散乱 我们不都是菩提道身 这个都是 因为这全都是法身 因为我们的生命体 有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球 没有地水火风 你就活不了 对不对 那生命体 有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法 没有啊 你如果离开这个法 你就 就是 就是 就会 不要说毁灭 就是 你会一直在六道轮回 等等 或者是怎么样 等等 那你要修行 你要得到菩提 菩提法身 就是要有这个法 所以 歸命 骗菩提道身 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法身 成长我们的慧命 因为这是 我们的法身 也是我们的 叫做菩提道身 也就是我们的慧命 这样 好 这是不同的说法 那这个 地水火风四大 如果有一个不调的话 人间就会极苦 所以为什么 地水火风要 互融互通 四大条河 其实以前我们小时候 你看很多庙里 都会挂风条雨顺 这样 那以前小时候不懂 为什么要挂风条雨顺 原来四大条河 在这空间中 大空间一定要四大条河 人间才能平安 那我记得 以前 有个企业家问过我 一起吃饭 他问我为什么要吃素 其实 像卢树 卢树的话 大家都卢树 大家都珍惜这些雾蔽 这个不杀身 然后珍惜地球的资源 这样的话 这个四大条河 这人间才能够平安 我印象很深刻 后来他也卢树了 这个非常激进 这样很虔诚 所以 类似这样的 就是说这些道理 都要懂 都要懂 然后就 就对了 所以我今天画了两张图 讲了比较久 其实上人间这个道理真的很重要 因为又讲法身 又讲会命 又讲菩提 那当然要好好弄懂 这样 好 来看今日文法心得 我们的身心归命 在这个大觉菩提中 就是法身 这个法 不论是地大 风大 水大 火大 空大 五不都是具足的道理的存在 这五大条河给我们的生活 我们都是这样将它 舒服过去 所以待会 第三章的五 我再带这个吧 因为这些地水火红的存在 有时候 你会忘了它存在 比如说干净的空气 如果空气都很干净 你就会忘记了 如果气候都很调顺 你也会忘记 对不对 我们天天都有水喝 你也会忘记 等到你没水喝 你就会着急了 对不对 没水可以用 火也是一样 没有汽油 没有瓦斯 没有灯 没有太阳 什么办 等等 所以 平常都容易舒服 想说 这些存在好像是应该的 其实这些是 到我们的生命体 可以存活的要限 那我们的慧命 也都不能离开这些法 所以叫做 闺命骗菩提道神 上来今天有讲了一句 踏地要轻 踏地会痛 这句以前很多人都听过 原来是出自这一集 或者说这一集上来有开示 那我待会到竹子稿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就是说 有更进一步的心得 不是只 这一句话 就好像只是讲 你要慈悲 有慈悲 不只慈悲 它有很多很多的道理 步步寸寸 都有它的道理存在 好 来看上来的开始 用心来体会来了解 上来一开始就特别交代 日常生活中 脚踏着地 头顶着天 对不对 生活中没有 离开什么 没有一天能够离开天地之间 空间 对不对 因为我们生活在空间 在空间如果少了 刚才讲的地水火风少了很一样 就 就没办法生活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要认识什么 认识地轮 因为上人今天就以地轮做代表 来讲 其实上人把这个菩提 法身 慧命 这些空极 他都要讲 所以 我们要体会到 我们在空间里面 我们是很渺小 这么渺小 但是生命体 我们也是 虽然是渺小 可是 也是要 可以依赖这些 地水火风 空 那我们也是可以成佛的 因为我们是生命体 也是一个 也具备法身慧命 是不是这样 只是看我们有没有修行 我们有没有觉悟 菩提就是觉悟 有没有大觉悟 大修行 等到六度 六度 阴行圆满 就OK啦 是不是这样 所以地水火风空 这五个象 都没有离开 这五大象 这样 那火 举例来讲 火就是包括太阳 灯光 这些都是火 这样 所以 地水火风空 这五大象 可以上人就说 我们有时候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不觉知 因为 不觉得它存在 对不对 天天都 都踏在地上 走路啦 开车啦 骑车啦 对不对 可是会忽视它 这样 所以 这是 很重要的 待会我们会讲 你忽视 跟不忽视 它差别在哪里 待会会讲 后面那个图 这个法的大道 生命体 我们都是分分秒秒 就知道 就要知道这个道理 菩提就是真谛 就是道理 因为今天就在讲菩提 讲道理 那我们的身心 要归命 归到哪里 归到 大觉菩提中 就是法身 所以 最后呢 一定要什么 身心要归命 我们说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就是身心的归命 最后要得到法身慧命 那法 就 展现在哪里 地大 风大 水大 火大 空大 这里面都有道理 存在 这些道理 要把它连贯起來 它要护隆 刚才不是讲吗 五大象要护隆 都很清楚 明明决绝的 在生活中 不要把它忽视 因为一般 一般人都很容易忽视 那这个上人就举例 有时候你诵经 看经文 经文里面也没有提到 就像我昨天画图 也没有想到时间 今天是说这些 空间里面 地 水 火 风 容易忽视 其实时间我们也很容易忽视掉 忽视掉什么 五大象 地 水 火 风 空 都容易忽视 忘了说 这些都跟大地有关 忘了我们都活在这个空间里面 忘了有这些 周围有很多空气 我刚才讲 空气存在 空气很新鲜 你都不觉得 等到哪天空气很脏 或是没有空气的 你就会记得 空气很重要 对不对 太阳火大给我们温暖 对不对 我们也会舒服掉 所以这五大调和 带给我们生活 是很重要的 这个 可是我们都会把它忽略掉 那我们听法 上次就说 听法 身跟心都要归路 归路这些什么 道理当中 因为这些道理 它是骗在法界 那我们的身心 都跟法界融合 对不对 我们都不是不觉 因为不觉就糊糊糊糊糊的过 我们是明明决绝 清清楚楚的过 这样的话叫做沐浴法流 要把这句拉到前面 不过就没有拉了 就是说 原来沐浴法流 你看多舒畅啊 多舒服啊 对不对 法屁如水 这个 好像洗SPA一样 所以我们要沐浴在法流当中 这个 分分秒秒 时时刻刻 每个细胞 都沐浴在法流里面 感受到法的滋润 那时候就得到 就是闺蜜骗普丁道生了 就法生慧命就出来了 这样 所以就很赞了 超级赞了 上来有举他自己的例子 可能还做不到 可是我们最少可以感受 感受一下 想象一下 待会看 好 生命体 我们的观念思维 就要静思维修 好像蚕一样 这个 开口 冻死了 举手 冻足了 挑蚕运水 我们不都是蚕 对不对 要很细腻的思维修 心不要散乱 要达到菩提道神 就要这样 有这种禅定 全身都是法神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体 没有离开这个法 法法归命 对不对 归命菩提道神 这是我们的慧命 那来看上人举他自己的例子 因为一般的 你看法 有时候很感慨 现在人间 灼恶 灼恶就灼气很重 对不对 灼恶很重 对不对 外面就是这样 灼恶 非常非常的 这个灼 可是当 你道理都明了的时候 清楚的时候 你就全部都在道理中 法法归命 对不对 就会觉得很欢喜 那慧命 生命体 和虚空界 就这样合而为一 想到这样就是法喜充满 这是上人的境界 那大家的感想如何 我不知了 就是像我 我们是还比较没办法到这样 可是上人他可以到这样 你看 上人说我自己是从内心 那份踊跃 澎湃的欢喜 那个法喜 有种种的心灵的道场 道理的庄严 都是遍布菩提道神 那就是在慧命中 这上人的境界 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因为上人有这个体会 他才讲得出来 你没有这个体会 你讲不出来 我是看了很久 用心听 慢慢有点体会 最近都是这样 慢慢体会接近 上人的心 上人的感受 好 来看上人补的第二章 这个授杂 帝者有恶意 依注不动 恶出生万物 为行者修行善思为 顿觉身心向空极 持心如帝不动 这刚刚有讲到一些 前面有讲 顿觉就是你 噢觉悟了 上来有开始 我们再看 如果这样的话 就可以出生六度 行种种功德 由地 亦由地之 能生万物 市集民地轮三昧 地轮三昧 我刚才讲了 那这个 我们都踏着这块地 所以要体会 体会什么 比如说你出坡 就清楚 你这个 出坡 种菜 你给大地 撒什么样的种子 就长出什么果实 刚才讲过了 你种玉米就得玉米 是不是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就是这样 修行也是要一样 所以心要很甜习 很清净 对不对 我们说静音善缘菩提众 这样 这个好好顾好 清净 极净 填习的那个心 好好的静思维修 对不对 把这个极净的心 好好思维 把它顾好 这样 那然后你进入一种 这个顿觉 因为 通了顿觉 就在讲 刚刚不是讲 倒带一下 上来要讲这个 顿觉身心向空极 空极是最难讲的 可是你要顿觉 你要好好顾好 你进入一种禅定的状态 静思维修的状态 通了 顿觉 懂了 了解了 哎呀原来是这样 原来道理是这样 就是顿觉 哎呀这最后一切 地水火风空 这些东西 通通 分析到最后 空归空 火归火 风归风 地归地 就变成这个 回归到这个 四大 五大 对不对 种种的物质都 有关于它的物质的道理 对不对 回过头来呢 那个妙友就出来 那过程当中 该做的 该付出的 该关怀的 该生活的 该行动的 该做的还是要做 这些妙友 对不对 那份感觉就很欢喜 发喜 身心空气 对不对 用付出所求的心去做啊 一切烦恼无名 就没有啊 有什么好 烦恼无名 最后也是空嘛 对不对 可是该做的 该生活的 该做的一切 就去做 这样 然后你的身心 让身心跟天空虚空 合而为一 你的法身慧命 就会感受到出来 好 那我再 把这个 刚刚的图 加上中间 刚才前面不是讲的 一般人 地水佛风空 空 看不到 地水佛风有时候 虽然感受到 可是会忽略 对不对 会忽略 好 所以我这边写 一般人 会舒服过去 这上来讲 舒服过去 一般人 修行人 就会体会到 刚刚的真空妙友 有没有看到 这里 这个 回归 回过头来 那个妙友就出来了 有没有 讲到妙友 你真正体会到 空归空 火归火 风归风 地归地 水归水 对不对 然后妙友要出来 真空妙友 所以我写 修行人是真空妙友 顿觉身心向空极 此心如地不动 出生六度 行种种功德 亦由地 知能生万物 世纪名 地轮三昧 对不对 上来讲地轮三昧 一地做代表 还有水轮三昧 火轮三昧 风轮三昧 等等 所以 就这样 就加了这一句 所以这个空 大家容易忽略 可是修行呢 它要是真空妙友 好好静思为凶 你才可以得地轮三昧 才可以体会 这些法身惠命 才会 惠命才会成长 那 上来还继续开始 就是把刚刚那个地 因为他 他要把这段讲完 这个地 你地轮三昧 这边做的例子 你看地啊 如如不动啊 他就在那边 那我们有没有磁心如地 有没有 让我们心 跟地一样不要动 对不对 好 那 大地现在被 被人破坏 人的贪欲 破坏 我们要去修复 要有 靠法 靠我们的心 有法去修复 那我们的 这个 心地 心地是被什么破坏 就是我们的烦恼无名 烦恼无名很多 就捞乱我们的心 对不对 污染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需要法 这样 那大地 需要这个 五大的调和 这样 所以有五大的 和和 调和 才有人类啊 对不对 所以人类 如果你不调和 就会 量造祸端 会很多碳欲去破坏 去挖这些矿啊 去开采啊 去砍伐树林啊 等等 去破坏水源啊 等等 所以 这些道理如果懂 才可以疼惜大地 我刚才不讲嘛 我们要卢树 对不对 要去劝树 劝树只是其中一个最具体的 很重要的 这样天地才有办法平安 大家欲望要少一点 要环保 这些慢慢 慢慢大家现在懂这个道理 还是要有更多的人 去行动 去付出 由地之能生万物 似其名地轮三面 因为上了地轮三面 还没开始完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地 就了解 我们就要了解空 地 因为地上有水啊 有火 有风 这样可以轮转 这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这样 那这个 把地轮三面了解了 那因为现在已经 从基门进入本门 本门要了解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 诸法空袭的道理 这些真空妙妙的道理 等等 这是我们的根本 这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所以菩萨 它到底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它的源头在哪里 有没有 这个从地永俗品 一直要处理的 就这个问题 弥勒菩萨有疑问的 也是这样啊 这些菩萨哪里来啊 对不对 那我们要去 要如何去了解道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上来就以地还是 因为今天 那么大的一个架构 上来就从地开始讲 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 走在地面上啊 平常有时候没感觉 所以要让你有感觉是什么 踏地要轻 走路要轻 怕地会疼 对不对 那这个一开始就是什么 一开始 这句话很多人有不同体会 今天体会比较多 比如说 要有慈悲心啊 你看不要踩到这些 让大地受伤 要慈悲心 身形的慈悲心 不要伤到大地 也不要伤到动物 对不对 还有 这个什么 要环保 你可以有提问很多 还有要戒慎 还有要去 步步寸寸都有它道理 要去了解这个地 地水火风 地 地大的这个道理 地轮三昧等等 有没有看到 所以 上人一直讲 这个举手投足 这个举手投足 走路要轻 怕地会疼 哇 可以体会很多 真的 以前怎么没想到 以前只是会背这句话而已 都没有想到说 你看 你走路 要轻 怕地会疼 你不要伤害这个 空间里面的万物啊 不要伤害这些小虫子 对不对 小心不要踩到一些东西 等等 还有慈悲心 还有环保 还要戒慎 还要理解 地水火风空的道理 有这么多的道理在后面 所以以前 很多人很喜欢这句话 可是我以前不太理解 只说 走路要轻 怕地会疼 走路轻一点吧 就这样 只会体会到这里 在右下角这一张 这个地方是新加坡的能温馆 因为新加坡政府把一些 大概两三百年的古迹 捐给一些非引力单位 实际有租了几栋 后来坐了能温馆 能温馆的门口 就有这句话 走路要轻 怕地会疼 有没有看到 这是在导览的画面 这是新加坡的菩萨 因为新加坡人物馆很有名 我有去过 所以 那时候 就对这句话印象很深 可是今天 才比较理解 尚人要表达的意思 当然要用心去体会 那尚人除了讲 这个走路以外 因为举手投足 还包括你 这个手语 尚人又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举手语 你要透过手语 才可以互相表达这个心灵的认识 包括有些荣雅人士 是否要用手语去跟他沟通 总而言之 这些都要很珍惜 五轮都要很珍惜 初世间的法 佛法的五轮 初世间的法 我们世事都要了解清楚 叫做本 那这些初世间的事情 道理都了解了 那用这个 初世间的这个道理 来做入世的事情 这样就对了 好 来看昨天的文 我今说十语 如等一心信 我从九远来 叫化四等重 那这一段是复习 可是上人这里 就把昨天的问题 他带一遍 我觉得这句很重要 所以把它录下来 因为这些菩萨 从地涌出 从空而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空的道理 上人今天就讲了很多空的道理 对不对 我们要了解地的道理 所以上人为什么今天要讲空的道理 跟地的道理 所以上人要怎么开示 哇他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样 我们要把上人的这个思维 我们要净思维修 把他的思维 把他道理 也把他理顺 把他弄清楚 这样我们就听懂了 而时弥特菩萨摩萨 及无数诸菩萨等 心生疑惑 怪我曾有 而做失恋 这是昨天的文 来看今天文文 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 昨天这个 这个疑惑的念 把它讲出来 这是他的念 云和 四尊余少时间 教化如是 无量无边 而珍惜诸大菩萨 令诸阿诺东的生不生不离 我们来看解释 这段解释 就是说 佛成道以来才四十几年 然后他们就有疑惑 这些从地涌出的菩萨这么多 会不会不是佛所化的 事实上是佛所化的 这是他们的疑 疑说 这个是佛所化的吗 这样有个疑惑 令诸阿诺多罗三不三菩提 令得住于无上菩提 阿诺多罗三不三菩提 就是无上正的正觉 就是无上菩提 是极化形之时短 化众之人多 化成之德大 故为难信 佛陀成道以来 他才四十几年 然后化的菩萨这么多 然后他们的德这么大 所以难信 所以后面佛陀会继续讲 所以为什么从地涌出品到无量 如来寿量品就很精彩 以前也不晓得这个转折 这么大 果然是很精彩 如果大家用心去体会 因为从基门录本门 这个就真的是蛮精彩的 如果理解这些本 用修行一定要 这个厌觉如来真实义 厌觉如来真实义 就是要录到本门 这些本门的这些法 法身 会命 菩提 都一定要了解 才能够修行成佛 才能够度众无碍 接下来看 吉伯佛言 世尊 儒来为太子时 出于世宫 去截城不远 作为道场 得成俄罗东的什么生菩提 来看解释 吉伯佛言 世尊 儒来为太子时 出于世宫 因 以 伯就是 讲话 就是 讲出来 口白 这个 把它讲出来 儒来 以前 在这个加皮罗魏国 这个做太子的时候 因为他不想要继承王位 所以他就出家了 离开皇宫 这个世宫 因为他们是世家族 这个世家族的皇宫 就出家去了 这样 为太子时 之前 世为户名 补居 都帅 曾相向日轮 降生 王公 于四月八日 南匹黎诞生 密西达多 所以他做太子 他的前世 前世就是户名菩萨 在兰登佛的时代 那时候 大家也会讲 他 然后呢 他在 都帅天 后来在都帅天 当这个 就是 不畏 这个 因为你 都帅天 都训练菩萨的地方 你要成佛之前 你要在那边接受训练 这样 他后来就 成了这个大象 然后这个 降生在皇宫 在四月八日的时候 这个 在 南匹黎诞生 这个 希达多太子 是他的名字 那这个 这时候 上人就讲了这个 因为讲到这个 在前世为户名的时候 那时候讲到 南登佛的这个 这个 故事 南登佛那个时代 户名 他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 他要 南登佛要进城 国王要供养他的时候 因为那个路 有一段没铺好 这个户名菩萨 他就用他的头发 赶快铺上去 让这个地 变平 让佛 佛陀能够 能够这样顺利走过去 那 南登佛 他就很感动 他看到 既然有人这么用心 我后来想想 以前想说 这就是一个动作而已 可是后来想想 哎呀 我看到 今天 现在慢慢体会 就会越来越神了 我念一下 上人开释在讲我的体会 南登佛看到这位 这个修行者 这样的用心 南登佛就为 这位修行者 就护名 为他授记 你以后会成佛 会跟我一样成佛 那你修行的话 他就提醒修行者 修行者 你就要用这样的心在修行 用头发铺路给我走 将来你如果成佛 和我一样 这样的成佛 将来你的佛号 就叫做释迦牟尼 其实我听到上人这段开释 我想到谁 我就想到上人 上人的修行就是这样 他的修行 就跟这个护名一样 这样的用心 怪不得就会成为大抉择 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跟护名一样 都能够这样的用心修行 南登佛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了 你看上人把这段故事讲得多清楚 我只摘入一小段 因为时间关系 就是说 他特别交代修行者 就跟护名讲修行者 你要用这样的心在修行 用头发铺路给我走 将来你如果成佛 就会跟我一样 等等 就给他收集 所以 我今天有看到这个护名的用心 也有看到上人的用心 希望大家都跟护名菩萨一样 跟上人一样用心 来修行就对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上人的结语 我们大家要很清楚 了解 了解我们的道理 了解我们的生活环境 道理就是空 空的道理 对不对 这些地水火风空 都有它的道理 那生活环境在什么时候 诸佛菩萨修行的过程是如何来的 你看 这个 释迦牟尼佛 他是这样的用心的修行 这样 得到这个 无上证的证据 这些 这就是本 他们 这个 有这样的过程 上次要提醒我们去体会 刚才 为什么要讲这个护名菩萨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修行 那我们也要做人间菩萨 菩萨就是大事 我们叫做菩萨 菩萨叫做大事 所以我们有没有发大心 有没有发大愿 有没有行大喜 有没有路人去度众神 这都是修行的过程 一直到出家 你要最后要成佛要出家等等 这样 都要保持这点心 什么样的心 慈心如大地不动 发心如初 成佛有余 很齿 如大地不动 万物都是从地所生 就像万法 也是从我们的心地所生 希望大家此时多用心 把上人这段开示 都用心体会 把它弄懂了 这样就对了 也就是上人所期待的 感恩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静世妙的话 感恩